说到圆明园,你一定想到八国联军 在这清末的当时呢,八国联军进入了圆明园 抢走了许许多多的古物 而这些古物呢,却成为这古董拍卖会场上面一个 最夯的一样东西呢 但这些东西在拍卖的过程当中 就会引起许多中华民族的一个愤怒 为什么当时抢走我们的东西 现在却是高价在这些竞标场上正在竞标呢 欢迎,这环球科技大学副教授 欧崇敬,大家晚安 注意到最近呢,在这法国的拍卖会场上面 有一样东西正在拍卖 这样东西可是引起中国所有的网友们为之愤怒 因为呢,这是当年在清朝时代 乾隆皇帝的玉玺,玉玺拍卖 而且价钱非常的高 大陆的网友都非常的愤怒啊 已经成交咯,李刚 成交咯 而且是法国最大的拍卖行 爱德拍卖行所卖出去的 那卖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如同你刚才所说的 它有两个特殊的来历 第一,它是乾隆用过的玉玺 大家来看这个玉玺 不用说那当然是玉雕刻而成的 高2公分 宽4.5公分 而且上面还刻有玉书房建藏宝 说明了它这个天职御用的玉玺 它的身份的尊贵 但是还有第二个来历很重要 李刚刚刚讲到了 它来自于圆明园 对 为什么呢? 代表这就是英法联军抢来的 好,这个拍卖已经完成了 可是现在这宗拍卖却可能吃上官司 在法国拍卖居然还会吃上官司 因为有一个组织 你有听过吗? 它叫APACE 欧洲保护中国艺术协会 它说它要对这宗拍卖提出一个告诉 什么告诉呢? 你这个东西 你是抢来的吧? 你是偷来的吧? 百年前是抢来的 1860年英法联军 各位还记不记得 当年的10月18号19号 那个时候英法联军 大肆地焚烧圆明园 大肆地抢了我们圆明园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 那时候中国人视这个为国耻 慈禧太后 气得牙痒痒的 对不对? 可是呢 我跟各位讲 连法国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当时的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的行为 法国的大作家余果都说 我们刚才讲嘛 中国人视内视为国耻嘛 余果则说 那是个奇迹啊 奇迹? 什么奇迹? 你看他怎么讽刺的讲 他说 英法 我就先讲英 英呢 是强盗大势劣 而法呢 是强盗众火焚烧 他说一个抢 一个烧 让我们圆明园这个奇迹 荡然无存 他说你说那一次不是奇迹是什么 连他们自己法国人都看不下去 好 那网友怎么看 网友也是嘲讽的说 他说 你们英法这两国强盗土匪 血腥的烧杀鲁略 你不引以为耻 真是无耻之耻 无耻矣啦 你这么无耻的去抢我们的国宝就算了 你现在还堂而皇之的卖起了这些 贓务搞什么拍卖 这网友这样讲 我觉得有道理啊 是不是 那也有人网友就嘲讽的讲 他说 英法联军那一次大事的抢 烧圆明园 他们不觉得他是杀人放火啊 他觉得他是侵略你合法的啊 所以当然他现在拍卖这些贼章 他也认为这没什么不对啊 所以他认为现在拍卖这些贼章 是正当之举啊 好 我回到刚刚我讲的这个 欧洲保护中国艺术协会 现在他就认为 你这个东西 抢来的偷来的 你只要交易 我就会告你 你只要强调你是圆明园 你的东西就变贵 可是为什么呢 立冈 很多人就搞不懂 为什么强调圆明园 它就变贵呢 真是 为什么强调圆明园就变贵呢 这是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之前在提到的就是 所有的世界上一些古话 如果被人家偷窃的话呢 当然这个就是账物啦 那百年前被军队偷窃的 算不算是账物呢 可是我们倒回来看 整件事情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圆明园拿出来的古物 在拍卖会场上面 通常甚至价钱 会高达六倍以上的价格 只要你有文件 能证明它是出自圆明园 寒冰 现在圆明园被拨出来的 这些东西 反而真的是价值连城啊 是 就好像这次这个鼠手吐手啊 它起标价是900万欧元 900万欧元 那吓死人的高价 结果呢 人家五分钟之内 就用1400万欧元成交 更高的价钱 而且两个都卖到同样的价钱 都卖到1400万欧元 那这两个加起来 如果连手续费 也就是3140万欧元 也就是8亿台币 相当于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要4亿台币 这吓死人的天价 4亿台币可以买战车 那当然 那大陆国家文物局 对这个事情很火啊 就马上 就是申请说 要禁止家事的公司拍卖这个东西啊 可是 巴黎大臣法院连夜做出决议 不好意思 拍卖要继续举行 你提出来这个抗议没有依据 那大陆气归气在心里 可是问题是呢 大陆也有一些人说 其实你买这些人 根本就是冤大头 为什么叫冤大头呢 像 大陆国家文物局建筑组组长 罗哲文先生 他已经高龄86岁 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个东西 他就说 难道来自圆明媛的东西 就一定有那个价值吗 抱歉 你要知道 当初这个 鼠手跟兔手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 我会鼓励喔 对退化线关节炎 特别有效 要买对才有效喔 他的功能就是个水龙头 他就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水龙头 只是因为他出自圆明媛 是 而且他的 如果我们知道古物嘛 有他的历史意义 跟他的工艺价值嘛 他的工艺价值高不高呢 不好意思 根据罗哲文的判断 他觉得根本一点都不高 因为他做法 第一个他做工很粗糙 根本不是当时所谓的最高机翼 甚至就是连中等都算不太上 因为圆明媛非常非常大理由 太多东西 不可能都有低流的专家去做 那根据他的考证 他觉得这个根本 根本还不是中国人做的 他觉得可能是当时的一些 外国人做的 而且还不是层次非常高的外国人做的 所以做的还非常粗糙 因为他本来的目的 就只是个水龙头 所以他也不需要多高的工艺 户外的装饰品而已 所以根据他的估价 他觉得这个玩意儿了不起就是 就是他真正实际的工艺价值 大概就是在 大概十几二十万人民币 了不起四十万台币左右 甚至你就算是拍卖 真的这种东西要去拍卖 了不起大概一百万人民币 也就差不多四百万台币 也就差不多了 那你现在加世德一拍呢 拍到多少 八亿 整整是他真正实际价值200倍 你不是开玩笑吗 你买的人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所以罗泽文认为说 这根本就是加世德 他故意利用中国人这种民族感情 故意在炒作这个东西 何况到现在加世德一直很神秘 到底谁买走他一直不愿意公布 很多媒体揣测是亚洲人 甚至有人直接就说 根本就是你中国人自己买回去 那罗泽文认为说 你中国人千万不要去买这个东西 因为只要你不买 就没有人会去卖这个东西 没有人会去炒作这个价钱 因为说真的 如果不是你中国人买走的话 你欧美这些博物馆 他买回去 你这个是掠夺人家来的东西 你好意思拿出来做展览吗 他展览他也没有那个价值 对 因为他就不是多了不起的工艺品 那只是等于为你过去的战争罪行 做一个证据而已 那不是让你自己丢脸而已 所以罗泽文认是劝所有的中国人 都不要去买这个东西 所以得利的就是那家拍卖公司 是 对 听海斌这么一说 就两个水龙头 两个水龙头居然卖到8亿的价钱 这么高的天价 而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当然就是八国联军时代 从圆明园抢来的东西 那被人家抢走的东西 可以在拍卖会场卖吗 这不是跟小偷跑去博物馆 把里面的话偷走之后 拿去这家世的拍卖会场 卖的状况是一样的呢 能不能要的回来 我跟你讲 立刚 有实际的困难 但是不是只有 家世德这么厚脸皮而已 2009年才刚拍卖瘦首 对不对 最近又有什么 又有两件也是西式珍宝 要在哪里呢 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拍卖 不过他比家世德小多了 叫邦汉斯 一个比较小型小规模的 拍卖公司 拍卖什么 大家看 亲家庆白玉搂雕奉文长椅子孙牌 哇 好长喔 落落等 家庆皇帝送给皇子皇孙们 就是说永保平安的什么 玉佩 这一块玉佩呢 现在的实价 六万到十万英镑 大约最高可以卖到四百万台币 哇 一个玉佩四百万台币 立刚我坦白跟你讲 这玉佩很小块 你知道吗 以它面积跟体积来讲的话 它根本 我们严格来讲 它是谷物没有错 但有没有这么贵呢 还不是炒作 所以还是拍卖公司获利 一定是拍卖公司获利 真正的持有 能够得到多少利益 很值得商榷 再来一块 清乾隆 清玉雕 仿骨 寿面文 提良有 立刚 这个字特别解释一下 什么叫有 有就是酒器 装酒的意思 装酒的 对 那这个也可以卖到三百二十万人民币 而且他们还有什么 苏格兰家族私藏珍品 你从我们中国偷去的东西 还在英文网站上私藏 私藏珍品 为什么 我有出生证明给你看的 什么叫出生证明 请看 出生证明是什么 英军第67兵团的军官 就是罗伯森 他在攻占 什么 攻占唐姑 近占大姑炮台 参加星河战役 这一切的过程 他都有记录 也就是说 罗伯森的出生背景不但有记录 还附上这张纸条 是写给罗伯森的他妈妈的 为什么 他后来 就是这个纸条上面详细的记录说 他当时曾经到了北京去过 参加了联军的战役 没有错 他都参加了 而且他这句话的意思说 刚刚那两样宝物 还有这里重点的是1860 1860年 刚刚那两件宝物说 老妈 这是我从元明园给带 1860年给带出来送你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什么 历史的证据 好 OK 既然这样他有讲 那中国元明园学术研讨会 他们后来就调查说 的确 这两样东西历史有序 传承清晰 代表真真真真是从元明园掠夺去的宝物 好 OK 那你现在讲说 既然这样子的话 2009年 2009年曾经去巴黎 打过这种国际官司的 中国律师协会 华人律师协会的会长刘洋 他就说 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了 但是说一句实在话 要打这场国际跨海官司 是有困难的 这虽然是全体什么 华人的愤慨 可是他有很多技术问题 需要克服 这个消息一再 在网路上面公布之后 我跟你讲 英国吓死了 邦翰斯的 亚寿医术部门主管柯林 他就马上说 对于这两件 在中国引起的不满 我们邦翰斯拍卖行 深表歉意 我们从来 没有想到 要冒犯中国人民 可是他的意思代表什么 刘洋就说 你今天只拿两件 你今天只拿两件出来 就有这么大的反弹 代表什么 罗伯森的 就是说遗嘱 根本不止这两件 这两件只是 邦翰斯拍卖行 拿到国际市场来 试水温的 如果他今天成功的话 会跟瘦首一样 价钱扶摇之上 所以八国联军 当时在中国掠夺多少东西 到现在还敢赚 这些富豪的钱 他们真的脸皮太厚 那他现在真的不敢卖了吗 对他现在就不敢卖了 他说暂时 这个罗伯森家族说 哎呀 因为引起中国这么大的反弹 我们不卖了 我们收回来 收回来 可是我告诉你 拍卖行 不会放过的 他绕一个圈 他一定会在地球的另一端 再次拍卖 拍卖会场的东西 所以中国大陆想要取回这些穀物 因为最重要的是 当时是军队去把它抢来的 我们说到穀物最多是哪里呢 埃及的穀物最多 埃及满地都是宝藏啊 但埃及的穀物被偷的多不多 很多啊 可是埃及政府呢 他却有一套方法 他弃而不舍的去 要把他的这些穀物追回来 有话 他甚至连一根头发 他都要从法国人手里面给拿回来 哎哟的确 因为埃及从18世纪以后 他是一个弱国 他也沦为殖民地 所以他很多穀物从 从地上地下 通通都被人家偷盗出国 那最近是很有名的案例 就是埃及成功的把木乃伊上的头发给追回来 况且追的不只是一尊 况且是两尊木乃伊 而这两尊木乃伊分别是 一个叫做拉美西斯二世 各位晓得拉美西斯二世 是一个木乃伊诅咒非常著名的故事 然后只要接触他的 都没有一个是好的下场 那当然拉美西斯二世 他是长期放在埃及博物馆 但是从1976年以后 因为他的头发他的发型 还有他的尸骨遭到了尸变 这个尸变是真菌感染 还有是霉菌感染 所以他送到了法国去 由法国人他负责修复 那的的确确法国人也帮他修复好了 然后呢 没有想到1976年 拉美西斯二世 经过法国修复又送回埃及以后 到了2006年突然12月的时候 你法国人叫做迪尔波特在网上 广发英雄帖说他要卖 拉美西斯二世的头发 然后都还著名的来源 除了拉美西斯二世的头发以外 然后他又说 连所谓的孟非斯 孟非斯的头发也有 那这一点就引起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因为我东西送到你那边去维修 你居然现在要卖那上面的东西的头发了 对 你要卖木乃伊的头发 你要卖木乃伊的头发 然后这个人 这位迪尔波特他也非常有趣 他有把所有他要卖的头发的来源 他们通通注明出处 所谓注明出处 他说那是我爸爸曾经参与你们尸体的修补 然后他参与多次木乃伊的修补 所以他从木乃伊身上 他拿了两次的头发 那两次就是拉美西斯跟孟非尔 他说只要你有来源的话 我们才能登录到所谓的目录表里面 然后才能够列价钱 那法国人迪尔波特他在网路上 所谓广发英雄帖把两根毛发说 是200欧元而引起了埃及的注意 埃及要求法国的警方追查 那法国的警方本来是要逮捕他 结果他说我的来源是我爸爸 他们吓得一大跳 这件事情他从头开始查 果然 好就查出了他的爸爸的的确确是修复木乃伊的科学家之一 况且因为你修复木乃伊按照他们的程序 是要报经所谓的国家批准 国家批准完你进入文物市的时候 你要签字进去 出来你也要签字还要经过收身 结果没有想到他的爸爸的的确确弄了两卷头发 应该讲两根就是趁修补木乃伊的机会去修补这一些 把头发拿了下来他就私藏起来 那私藏起来了以后他传给他的儿子 所以他的儿子才说这是让我爸爸遗留下来给我的古物 还有其他国家只要你有收藏所谓木乃伊文物者 你过去纵然是偷盗 那你过去只要你从非法从埃及偷盗出去的 他通通都要追回来 现在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甚至于美国也好还有其他国家 有很多国家受到了埃及成功追讨拉美西斯法老的一根头发 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埃及追讨文物的这种精神跟他的毅力 我们真的是值得借敬 但是埃及他为了追讨这些文物 欧老师甚至他花了166年去追讨一段胡须 对这个166年的这个追讨故事啊 我等一下再一并报告 我们整个说在考古学界 中国印度埃及可以说是三大文物流失国 可是埃及呢就像刚才有华说的 是最会讨债的一个国家 他很老实的把他的文物当作是一个资产 来保护来讨债 那他两个重要的讨债单位 一个是文化部 另外一个就是最高文物局 那当然是部长和主席各自作为代表 那他整个文物的这个防锁 或者是追讨有四大手段 第一大手段呢可以说是地面拦截 什么叫地面拦截 就是在他的国境的边界所有的海关 都做各种拦截哨各种检查哨 这称为地面拦截 那凡是你有可能运输出去偷渡出去的 他把你拦下来 第二个是空中拦截 就是你在网站交易 他放入很多的关键字 而且找入非常多的观察者 去注意网站的交易 大概有40个网站 只要和这些关键字有关 或者相关文物有关的 他马上进入里面去 而且问说你这个来源是什么 如果你来源确实跟埃及有关 他就跟你要文物证明 如果你没有 他就要跟你追讨 这是第二大项 那第三大项呢 我们刚才所听到了 这些所谓软实力国家 同时经常也是文物掠夺者最高的国家 特别是英法美这些国家 那第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是在1980年 有一个叫Curso 在帝王谷的地方 那么有四幅壁画 就被偷运出去了 这四幅壁画被偷运出去以后 那我们说他进行的第三种追途 就是说 我立刻用讨债的方式跟你要回来 那这讨债方式 他就必须要有逼迫的手段 这逼迫手段是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不还我文物的话 那我就终止和你一切的合作 那他当然是文物大国 我只要不跟你的一切合作 你就糟糕了 那这个明知道这个文物是不法的 还买的这个国家是谁呢 是法国的罗夫公 所以等于说我这个不跟你交往 我就是把我的股物 不拿去你那边展览 没错 那法国的罗夫公 本来是不打算还的 后来埃及的文化部部长 叫哈瓦斯 他就跟法国那边说 你如果不还的话 我连你在我这边开发的 叫做吉萨这个地方 就开入了南部的地方 整个这个挖掘区 我全部给你冻结掉 连法国来这边的挖掘区 我都冻结 所以你也投资 付诸东流 这是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就是你刚才问到我的 就是说他这个追索办法 第四个叫做穷所利探 穷追不已 穷追不已 有一个案例 花了166年 1817年 埃及那时候也一样认为殖民地 这跟中国印度情况是一样的 殖民地的时候有一个叫 Sphänkers的地方 Sphänkers有一个 尸身人面 他只被拿走一个胡子 胡子是75公分 75公分的胡子 没错 长官大概是40公分 OK 这75公分 他就被英国拿走了 于是呢 他设法去跟他要 那他整个重量大概是 400公斤到500公斤重左右 他追讨了多久呢 一直追讨到1983的要回来 而1982年 我们说他的文化部长 同时当这个追讨官 是陶寨集团的这个首领 文化部长亲自到英国去 去跟他们要回来 所以总说到了1983年 总共花了166年 只去要了一错胡子回来 所以他这四大手段 完全奏效 可以说是 所有文明古国 或者被殖民地 在被虐夺的过程里面 能够要回文物最有效的国家 也就是管理他整个文化资产来说呢 是最为有效的 那这算是一种主动出击 而且从地面 从空中 从这个 跟对方的交涉 以及各种可能的手段 他全部去把它要回来 文化就是资产 所以往往这些软实力国家 他常常带着另外一种 阴狠的面目 这阴狠的面目呢 埃及人完全把它揭穿 去把它揭穿 比的那 Congress 已经场了 广播剧 广播剧 马 anunci by bwd6